在河南发生暴雨之后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件公司打造的翼龙2H起到了大作用 7月21日翼龙2H应急救灾无人机从安顺机场起飞 在河南上空执行了5个小时左右的侦查和终极任务 在这5个小时中翼龙无人机空中通信平台 定向恢复50平方公里的移动风网通信 建立覆盖15000平方公里的音视频通信 不少网友为翼龙无人机的速度感叹 有网友直呼百姓有救了 最了解这架翼龙无人机浑身是宝 它采用了常规气动布局复合材料制造 装备了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具有中高空长耗时侦查打击一体化多用途功能 适用于军事任务 反恐维稳 边境巡逻和迷失用途 此类型无人机则2012年开始研制 2017年首飞成功 在2020年 这架无人机从贵州安顺机场起飞 奔赴四川墓里 首次展开大型无人机应急通信实战演练 值得注意的是 与中国旧人无人机相比 美国的无人机更多的是用来军事的 这其中包括RQ-4A全球鹰无人机 复仇者ER无人机等 这些无人机都可载弹飞行 其中复仇者无人机更是被俄方指责称 其具备潜在的核打击可能性 在作战能力上 这架无人机更是可以与有人驾驶的战机相提并论 去年1月 美国使用MQ-9无人机携带的空对地导弹 摧毁了一个车队 当时这个车队被炸后燃起了熊熊大火 随后美国五角大楼也承认了这一事实 相比之下 中国无人机的用途就非常广泛了 资料显示 一种最新款的中国无人机 可以用于航拍 航测 气象 环境监测 海岸线巡逻 森林防火 以及石油巡查等 如今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无人机刀锋 能顺利完成150公里的飞行作业 飞行高度可达4000米 最大搭载重量可达15公斤 事实上 中国不仅军用无人机厉害 民用无人机也非常不错 国企无人机公司大疆 在全世界的民用无人机企业中赫赫有名 早在2012年 大疆就推出了世界首款航拍一体机 大疆精灵 如今的大疆不断进步 不断研发出更多优秀的产品 这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 自2019年开始 美国政府将大疆无人机 列入商业黑名单中 禁止美国民众购买大疆无人机 然而 最近美国政府内部群为无人机的问题吵了起来 据于英美套路 美国政府禁止进口中国无人机后 美国内政部近日吐槽 自家无人机没有中国无人机好用 报道称 今年美国内政部为拜登提供一份备忘录 备忘录中吐槽了美国本土无人机 又贵又难用 称中国无人机物美价廉 资料显示美国五角大楼自主研发的蓝色无人机 比中国无人机贵8到14倍 而且其对内政部要求任务的执行率 比中国无人机低95% 事实证明 不管是中国军用无人机还是民用无人机 在质量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 不然美国军方也不会在明令禁止中国无人机后 因为没有无人机可用 而又重新采购中国无人机 最近几年中国查打无人机一次又一次刷屏 在中东北非南亚都有良好表现 多个国家引进中国彩虹和翼龙无人机是其中霸主 两个家族无人机占据了世界查打一体无人机的大部分市场份额 凭借的是物美价廉和美国货相比 价格一半都不到 这就构成了独特的优势 中国翼龙无人机最新型号是翼龙2 这款无人机和美国无人机相比 都采用了先进的涡奖发动机 可以飞得更好 但是中国翼龙2设计更讲究安全性 美国无人机不断发生发电机故障 航电设备掉电坠毁 而中国翼龙2安然无恙 总是透露 中国飞机专门设计的一款辅助发电机 独立于主发动机带动的主发电机 构成了双保险 主发电机坏了 还有备用紧急顶上 翼龙2无人机配置非常高档 先进光电设备和合成孔径雷达作为标配 翼龙2无人机作为乘飞的杰作 设计师从客户得到各种翼龙2的返回消息 最终化成一个大动作 全方位优化飞机性能 最重要的是先换发动机 这也是中国无人机中第一款 采用涡奖发动机的型号 涡奖发动机具有功率大 推重比高 油耗低 可耗性高等优点 这是美国查打无人机性能优越的关键技术 换装涡奖飞机后 可以实现长航时大升线 快速和大承载 更高的抗风性能 换了发动机之后 设计师并没有就此停手 还对气动外形进行了优化 调整了机身长细比 外形和机翼展显比 加装了一间小翼 使无人机的气动性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挂载更多 飞行更远 翼龙1无人机从本质上来说 仅仅是长都第一次试水制作 投资非常少 开始就13人的研发队伍 设计显得比较粗糙 而且可靠性也不足 第一架飞机 尽用了滑翔机机翼 所有设备都尽量使用 现成产品拼凑 谁都想不到 居然行了 国外客户还真的喜欢 在翼龙1成功之后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继续奋进 这就是翼龙2 为了提高性能 减少飞机结构重量 是常见的模式 翼龙2无人机机体上 还大范围采用先进复合材料 比如战斗机常用的 高强度碳纤维制造机翼 飞机也取消了 过去的香蕉油箱 转为战斗机的 整体结构油箱设计 大大减轻了重量 而且提高了飞机的机体寿命 虽然翼龙2是一款无人机 任何损失 基本都不会带来人员伤亡 但是对于客户来说 一次损失几百万美元 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所以设计师 还是尽量提高可靠性 使得客户可以 长期反复高强度使用 而不担心快速消耗 采用很多独特做法 比如这一款单发无人机来说 发动机采用了 非常可靠的成熟型号 而且在飞机全系统设备内 全部采用了先进的余度设计 包括飞控系统 火控系统 通讯导航控制等等 任何一种功能 都有多套设备做支撑 尽量消除单点故障 飞机全系统实现了 高可靠性 高安全性 能给客户省钱 这是成功之本 由于现代战争模式 正趋向于无人化转变 无人机目前被广泛应用于 电子对抗 侦察预警 军事打击等领域 因此可以说 无人机将越来越广泛的 应用于现代战场中 目前 我国军用无人机的发展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而且在国际市场 也拥有很大的市场竞争力 从近日 我国迎来48架 一龙二无人机订单 足以看出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无人机就已经被应用在战场上 但是最初还只是作为单一功能的平台 单独使用 一直到近几年 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无人机才逐渐出现 查打一体的发展趋势 不仅可以用于侦察 也可以用于攻击 一龙二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查打一体无人机 虽然 该型无人机已经获得了很多订单 但我国并未减少对其性能的测试 我国自主研制的一龙二无人机 完成多种武器打码实验 其中有一种机载武器 引起了大家关注 曾有很多人误认为 它是一款空地导弹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疑似是国产雷16 100公斤级增程制导炸弹 表明国产小直径制导炸弹 已经获批出口 打破了西方国家在此领域的垄断 雷16其实属于一种相对简单的 小直径制导炸弹 采用边调翼设计的成本更低 但投放距离只有20公里 不过对于一龙二无人机来说 已经足够使用 有分析认为 未来它可以应对 坚扛式防空导弹 这种导弹射程 一般不会超过5公里 因此雷16 20公里的投放距离已经足矣 毕竟一龙二无人机 在国际军贸市场深受欢迎 对于购买该型无人机的客户来说 不仅无人机性能有所保障 而且挂载的制导炸弹 也有很大亮点 就像雷16 华翔制导炸弹一样 它可以使用我国自主研制的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而不必再用美军的 JBS定位系统 这样就不会再受到 关闭JBS信号的困扰 极大的提高了客户的自主性 在投入市场的7年时间里 一龙系列无人机 已经成功装备多个用户 而且也参与了 常态化应用和实战应用 优异的表现 超出了用户的预想 不仅如此 我国还不断增加 该型无人机的性能 使得多个国家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国际上也成功树立了 中国一龙的品牌 就像此前 刚刚进行多种武器打靶 试验的一龙二无人机来说 不仅刚刚和巴基斯坦 合作出最大的无人机订单 同时 埃及空军 在近日展示的 空军最新宣传片中 疑似出现我国 自主研制的 一龙无人机的影像 包括无人机控制台的影像 虽然还未证实 不过 从海外媒体报道来看 埃及不仅装备了 多种中国无人机 而且还引进了技术 在国内组装生产